所以这个实业保险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 刚才您说就是说下岗的一些职工不在这个实业保险里面 那他们的就是生活出路在哪呢 对这个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来没称为实业 他们领取的是下岗的今天 现在实业保险实际上只有实业者的10%左右才能享受到 所以你指望他能够真的给实业者提供多少保险呢 也是一个问题 他今年在公布的公布上他就没有写去年的实际总实业人数达到多少 但是呢他要这样看就是要看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数有多少 比如发改委就说了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有2600万 最后呢只有1100万能够得到工作 还有1500万根本得不到工作 那么你实际上就是等于2600万的实业 不过中国不喜欢把他叫做实业人口 因为他们觉得叫实业不够体面吧 救护车一响 以头猪白痒 脱贫三五年 一并回从前 难以承受的重负 社保片 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 在城乡居民看来 看病难 看病贵 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过大 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 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一次是 贪污腐败问题 养老保障问题 教育收费问题 住房价格过高 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风气问题 和环境污染问题 看病难 看病贵 被排在第一位上述首次 在2001年至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中 下岗就业问题 一直是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焦点 而在2006年的社会蓝皮书中 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保障 住房教育医疗问题 一直是大陆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民众 甚至把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当年把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形容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而今 百姓用新的三座大山 来形容教育 住房和医疗 带给他们的受剥削被压迫的感受 那么相较之住房和教育 医疗带给百姓的重负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下面这两段录像 是大陆记者在北京两所医院的采访 看了之后 您会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有所体验 这是凌晨六点 大陆记者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处拍到的一组画面 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挂上了 您来这儿多长时间啊 来这儿一天多久 是哪些啊 来见到一天了吗 没见到 只要天有下午 那那十几天都在北京干什么呢 住着嘛 就等着挂号 等着挂号 太难了太难了 从东北来 我们 他突然一样看眼睛 好几天都没看上 就这么费劲 这是凌晨六点 大陆记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拍下的画面 您好 我想问您一下 您是早上见过来才对的 早上我们四点钟从家出来 我们是天津的 四点钟从家出来 五点半到这儿了 我吃喝北累的 十二点就累了 到这会儿又把菜上来 挺累的 还没有睡醒呢 在医院的挂号大厅里 七点钟开始挂号 六点钟就已经人满为患 许多人由于是异地看病 又挂不上号 不仅要承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 抵抗旅途的疲惫 还评添了许多花销 光挂号费就三百 这还没排上个儿了 那好像来三天了 里边一到今天还没看上 花多少钱呢 花多少 我住店还不得花二百多 这次手术费花了三天 到第一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中间 花了这个来回跑的这个车费啊 吃饭啊乱七八糟的 比那个手术费还贵呢 通过这两段录像 我们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 有了一定的感受和了解 那么看病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何清莲女士是怎么说的 中国老百姓呢 承担的医疗费用呢 在近十年内呢 上涨得非常快 一方面呢 是医疗卫生总体费用 大大增加 从1984年的140多亿 一直涨到2005年的6600多亿 中国的经济 至今为止 已经持续增长了20多年 但是呢 政府在这个卫生费用中间的负担比例 在逐年下降 个人投入 就逐年增加 现在呢 由老百姓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 占到整个国家 医疗卫生总体费用的 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一方面呢 中国城市的个人收入 保持在每年增加平均百分之八点九 农村里的是百分之二点四 但是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在城市里 是人均百分之十三点几 在农村里面呢 百分之十一点几 那么就远远高于 他们收入增长的幅度 与此同时 教育费用住房增长得更快 所以大家都害怕生病 对这个生病的恐惧感呢 是相当大 有病不去看的 在城市里呢 有五六成 应该住院 不敢住院的人 也占了十五成 在农村里面 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有病不敢去看 硬要把小病拖成大病 大病的拖成不治之症 近几年来 我几乎每年都看到 中国登载这样的消息 湖北姓存的夫妇 就是因为得了绝症 无前治病 他们最后呢 只好抛下自己的儿子 酸酸捆在一起 跳间自杀 那么这个案件登出来以后 全国各大报纸和网站 都纷纷转载 还有人呢 家里人有病治不起 他就自己说要卖肾 然后就放出去医药费 给家里人治病 就等于家里原来是一个病人 现在因为要给这个病人治病 还弄出来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 这样的故事呢 中国的报纸上登了不少 至于呢 一个小看之家 因为一个人生病 就弄到家里 最后是家徒四壁 一贫如血 这种例子都有很多 下面这段录像 讲述的是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 然而他却活生生的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为什么人还没死就被送进了殡仪馆呢 而且还是医院的救护车送来的 原来10月24号因为患高血压脑出血 游国英住进了台州医院陆桥分院 因为没有钱支付医药费 10月27号上午 游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 在家属的要求之下 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 在台州的临时租住的房间里 但是游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 把游国英接进屋子 因为死人进屋 在当地是很忌讳的事情 为此救护车司机还让病人家属 签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 这样游国英被直接送到了殡仪馆 他衣服都穿好了 穿好了以后 他把氧气拿掉了以后 他人还在动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 当场捐了3700块钱给家属 游国英被重新送回了台州医院 我们没办法呀 我们两个儿不如那些 那些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慷慨在郎的救我妈妈 我们拿自己的儿女的 台州医院陆桥院区的重症病房 记者看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游国英 她仍然处于浅昏迷的状况 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病房门口游国英的女儿女婿 这两天就这样一直守候着 说起送母亲去殡仪馆的事 两人懊悔不已 女儿魏珍 更是几次哭倒在丈夫怀里 我们学习用道具体的 不必要及 为了 给她们 订阅